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两位已经都认识了 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在这次救灾当中 我们西南区和我们这个地方叫国际区 还有中华总裁会 也就是铁汉兄 他们三家发起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能不能请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也觉得这次也是很感谢 我们这个李卫华里区长 国际区的区长 跟我们孙会长 因为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都在策划的事情 就是说除了救灾方面的事情以外 我们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来 救灾之后的这些恢复的工作 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这一定要大家群测群力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想我们西南管理区 今天跟国际管理区呢 我们是属于一个官方的机构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忙整合 就是说官方的这些所谓的资源 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总商会跟其他我们侨胞的需要 然后呢向这个政府方面提要求 然后呢希望得到我们应该得的权利跟这个义务 是这样的一个希望 那么孙会长 这个你也是三方发起人之一 是的 咱们都具体做了些什么吗 现在是这样子 这个有个我们现在国家有个机构叫FEMA 这个在灾后来我们要向这个联邦灾难管理局要报备 有很多假如受灾者 你假如说你家里淹了水了 你的房子或你的车子 你都可以来向这个FEMA来报备 来登记 登记的条件呢 你需要把你的社会安全号码告诉他 你的地址 你的电联系电话 还有就是你要把你的税单这个这个报税 报税前的这个数目告诉他 还有你的银行户头要告诉他 这样子的话 FEMA可以这个决定 所以你假如符合这个条件 那FEMA会给你做这个赔偿 这个赔偿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希望的是我们这个华人呢 这个通过电视节目 通过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 这个假如说你受了灾害了 你家里淹了水了 你的车子 你的家里 你的地毯 或者什么 你的地板 或者什么都受了 赶快来向我们这个 向这个FEMA去申请 你假如有困难的话呢 我们这个国际安全 这个我们这个国际地区 救灾地区了 还有我们这个西南的 我们跟中华总商会 我们几个已经合起来 在这个ITC 我们这个明天就开始有人在那边 义工在那边操作 就是说来替这个人家语言不好的话 可以在那边去报 到那边去来打电话来 或者到那边去来报 报案 那么语言不好就怎么办 我们有人帮吗 有 我们那边会有这个双语的这个人来 帮你一起来这个 做这个报案的 过程 也就是说呢 美国联邦政府 对我们整个德州地区 受到了风灾 还是蛮重视的嘛 是的 这是非常重要 去赶快去申请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还回到了救灾 因为就在今明两天 这个灾害还没有完全的离开我们德州 仍然在德州东部在肆虐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义工 来参与救灾工作 特别是像咱们刘三姐这样的 能够组织现场的第一线的救灾队伍 用船用车去救灾 那么我现在请问一下 咱们一共大概救出多少人呢 第一天救出了十几家 十几家 那个因为天黑了也不方便了 那水看着看着涨了 他们不让进了 第二天一大早都五点多钟 第二天就是星期一 星期一 那又资源就多了一些 在群里呼吁也有很多人 华人很多人响应 都陆陆续续的都来了很多的人 救出来三十几家 那其中孕妇就有好几个 那当时那廖船长都抱着孕妇出来的 脖子上扛着 手上抱着就出来的 那还有呢就是 而且是汤着水 对吧 不是说走汗了 汤着水汤着水 去救人 去救别人 这个精神是真的 实在是让我们钦佩 而且充分发出让我们华人 感觉让我们华人 尤其在外国人的面前 你还可以看说 你看我们华人也有队伍 出来救 不但救我们的华人 连各族续的 需要帮忙的 都有在帮忙 都有在帮忙 你看到没有 这次救灾的这些人员 他本身也是灾民 是灾民的就灾民的 你们家有没有受损 有啊 我们的屋顶都掉下来了 你看看 李先生家呢 我们家还好 不过我想刚刚 孙区长讲的就是 一个爱屋即屋 我们把这个大爱 不单是针对华人 本来也许初中 是先救一下同胞 但到了现场看到 我听他们这些 义工们 治工们讲的 都是已经不管是谁了 只要是人就救 你看到一双双 那个求助的眼睛 你真的 你现在看到 一般的网站上 等等的宣传 就看到还有一些东方 华人的面孔 我想这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宣传 我想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关于 这个FEMA的这个事情 当然 因为中文现在是 这个在Harris County 是联邦政府认可的语言 所以假如你到 FEMA FEMA 大典 G-O-V 这个网站呢 它有中文版 也可以看中文 那我们今天呢 也有跟市政府联络 那市政府那市议员有特别 关照这一区的 他说呢 他的建议就是说 假如说你有买洪水险的 当然所有的这些保险公司 你先去Claim 对 先去Claim 然后你再找FEMA帮忙 因为不要反过来 先去报告FEMA 再打造你的保险公司 先跟保险公司报备 万一你没有买洪水险 你一样 还是报备 然后呢 再打造给FEMA 那你怕说 万一这个FEMA 它的网站上 有一个800号的电话 那假如需要讲中文的 他会找中文的人来翻译 当然 这个翻译程度多好 我不晓得 但是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 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救灾中心 所要去探讨的 但是呢 FEMA在官方上 是有中文的网站 这个FEMA叫 F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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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Agency 然后点 GOV 你就可以查了 大家可以 去研究看看 紧急救助署 应该可以这么说 有人议成紧急救助署 你可以议成别的 甭管怎么说 因为是F大头 这是联邦政府的 不单是我们德州政府 这一点很重要 说联邦政府 包括总统 都在很关心我们这个地区 发生这么大的灾害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 就有这样的资源 我们一定要利用好 对 当然是 我们在 尤其是新的移民 我们一样 都有我们的权利 当然这也是 有一些义务要尽 但是呢 不要让我们的权利睡着了 一定要去争取的 对 这个很重要 各位观众 我们向我们的叫国际区救灾中心 也会有义工帮着大家来填表啊 或者打电话 我们救灾中心的电话是这个 832-448-0190 记住我们的电话 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那么我们会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也非常感谢二位 才发起了我们这个国际区的救灾中心 有了这样一个中心以后呢 我们的老百姓要是华人同胞 要有所帮助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寻求帮忙 今天就已经来了一个了 今天来了 我拉了一个过来了 就是他在朋友家 不是在朋友家 在一个陈妈妈家里 我想他在人家家里不方便 那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也有很多需要帮忙的 我们也在群里呼吁 就是能充分的就是利用这个国际区的这个援助中心 这个就是大家资源整合起来 那都是能更好的为华人服务 我们互相关爱 那么你今天在这个救灾中心里呢 我看到了 你看到有没有人捐了 捐了很多的东西 捐了很多的东西 你看很多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积极性热心 真的也让人非常感动 你看大老远的拉了好多东西 很沉重的东西 几千块钱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贵重的东西 都我们讲的有 都摆在那里 都摆在那里 被子啊 那个 那个 衣服啊 还有 有些那个什么枕头啊 吃的喝的都有 都有很多 那昨天的那个福变教会 也是给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也是跟他们也连起来了 就是我们把人揪上岸 那风大雨大的 真的都在那里哆嗦的 都没有一点遮雨的东西啊 就在那里哆嗦 有抱着婴儿的 肯定刚出来 一个月我看都不到 这么裹着裹着 那有些残障的 不能那个 几个人就抬啊 我们都是那么抬啊 那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福变教会去了 去了两部大车 拉了一趟又一趟 拉了一趟又一趟 那美国人也去了 那个school bus都去了好多趟 我们当时在旁边真的 非常的感人啊 那些 那些在场的人都是义工 没有都没有那个组织去 都是几乎都是义工 吃的喝的都支援者 都把那放到水边 好多那个捐的水啊 什么吃的东西 那值得再一提 我们那些英雄 一直到晚上五点钟 才吃到中午饭 早上五六点钟就出去了 到了下午五六点钟 也是福变教会的那个 牧师们他们准备了 也福变教会 也有很多的义工在那里 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好多义工啊在那里 也拉了人几乎都到他那里 所以这次 然后再分散 那是各个族域都有 那那 还有带着狗狗的 狗狗有很多 就是跟着一起就 就到了那个 这么多的感人故事 我们在广告之后 接着给大家讲 好 不要走开 好 好 有点不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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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